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已经有千所高校和中小学部署了VI的VR教育解决方案 这个解决方案也获得了2019年世界VR产业大会的创新奖 VI VR智慧教室也是唯一入选英特尔未来三大教室的唯一中国项目 VI教育也被评为中国VR50强第10名 当然第一名当之无愧的是HTC 那么此时此刻 全球都在新冠病毒的疫情影响之下 而在这期间 远程教育就成了刚需 我们看到许多的老师在疫情期间给同学们云上课 那大量的新闻都在报道此事 很多人就在思考和询问 如果虚拟现实技术应用在远程教育中 又会是怎样呢 很多人都相信远程教育和VR理所当然都应该结合 远程教育是VR最理想的应用场景 所以今天我们就请来了几位专家 朋友一起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请到了在全球率先部署5G加VR智慧教育解决方案的 南昌红骨滩新区管委会的邓伟源 在全球率先应用了5G加VR智慧教育解决方案的 男师傅小九龙湖校区胡校长 首批5G加VR智慧教育解决方案 教育内容开发团队 数据科技公司CEO汪总 全球著名虚拟现实芯片设计制造商 AMD的高管卢总 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虚拟现实教学和远程教学的问题 首先请各位嘉宾做一个自我介绍和大家认识一下 有请 大家好 我是邓岳峰 来自南昌市鸿骨滩新区管委会 主要负责招商引资和威尔产业企业服务相关工作 很高兴通过虚拟现实大会这个平台跟大家见面 大家好 我是南市傅小九龙湖校区的胡乔林 大家好 我是数据科技的CEO汪诗汉 我们数据科技主要是聚焦于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 运用到语言教学 提供包括高等教育和义务教育语言教学的综合解决方案 不是 还有我们几位在接下来这个环节一起参与对话互动的嘉宾们 还有在线上来自全球各地关注这场论坛的好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Alium 来自于AMD 主要负责支持XR相关产业推动工作 首先我想再次感谢Vive团队的热情邀约 因为从第一届VC持续参与到现在 这当中有我们的执行长Lisa 还有其他来自于总部的高管们 还有我自己个人 每一次的参与 其实我们都与Vive一同在创造所有当中的第一 在这一次很特别的机缘底下 我们也透过VR将论坛实现在这里 在同一个平台上面没有地域的隔阂去做交流 先预祝本次的大会成功顺利 谢谢 好 非常感谢各位嘉宾 那么第一个问题我就要抛给我们的第一位嘉宾 邓岳峰委员 江西南昌为什么选择VR 怎么看待虚拟教学与远程教育这两个概念 有请 南昌之所以选择VR产业 主要有两点考虑 第一 VR技术作为下一代移动互联网的重要路口和实战团台 其应用场景非常广阔 除了在个人消费 娱乐社交领域以外 在工业 国防 教育 医疗 文化领域等领域 运用场景 不分广泛 特别是随着云计算和5G的发展 为了自身的创新水平和应用领域将进一步的提高 将给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未来市场规模前景巨大 另一方面 南昌电子信息产业快速发展 基础雄厚 教育培训体系完善 产业发展的环境优化 为VR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因此我们在2016年率全球之先 提出要打造千一级的VR产业基地 随着国家战略的落地和社会各界朋友的权力支持 南昌VR产业已出具规模 龙头企业纷纷签约落地 VR产业发展的机遇广大 我们正在建设9平方公里的VR科创层 力争用5年时间 把南昌打造成为世界级的VR中心 从产业生态 自主创新 人才供给方面 进行全面的提升和完善 在VR科创层 我们将打造世界级的研发创新中心 世界级的内容制作中心 和世界级的运用示范中心 同时 在今年年底 我们将和教育部共同建成 职业教育的虚拟仿真实讯基地 这个基地将为虚拟现实培养更多的人才 把虚拟现实和教育培训进行完美的结合 特别是在远程教育方面 将提供更多更好的虚拟现实技术所支撑的 优质教育资源 让教育更加均衡化 普及化 使教育的效率 更大的提升 让我们的学生孩子们 能够享受到更好的 更优质的教育资源 更方便 更便捷的教育方式 谢谢邓委员的分享 感谢您和您的团队 长期不懈地推进着VR产业的发展 那么下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问胡校长 贵学校已经有了不少VR教学应用的经验了 那您如何评价VR教育 怎么看待远程VR教育这个概念 有请胡校长 谢谢 我们学校是红国滩新区第一批的 VR加5G教育示范学校 已经率先地将VR技术 引用到教学当中 VR教育通过虚拟现实技术 决定了VR课堂的趣味性 自主性和互动性 能够很好地消除学生 对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让学生有不一样的感知 首先 它改变了学生原有的认知 利用VR全景技术 让学生能够多维度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并且从中进行探究 比如在我们的消防疏散安全课时 通过VR虚拟火场 让学生自主发现 进行火灾自救体验 从而学习到火灾逃生计诀窍 通过VR体验及场景投屏互动 让我们的学生能够一起来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共同剖析和互助学习 同时也能够让我们的教师 从标准化的教育活动中解放出来 再比如 VR课堂可以将学生带入到历史书 或者课本描述的场景中 为学生提供一个生灵其境的教学体验 让我们的学生足不出户 沉浸到学习场景当中 提升学习效果 通过VR课堂 能够构建全新的知识体系和创新教学方法 我们学校一直也很重视新技术和教学的创新结合 用VR的优势 课堂增加了科技感和趣味性 学生学习兴趣也提高了 教学效果也更好了 如果可以远程VR教育 那应该会更好 如果这个时代到来 我们学校会率先尝试 谢谢胡校长持续在一线探索和尝试 将先进的技术手段率先应用起来 那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汪总 您和您的团队又为学校提供了什么样的VR课程 在VR的课程设计是怎么考虑的 对于远程VR教学又有什么准备吗 有请汪总分享 大家好 很高兴能够来到YV虚拟生态大会 这应该是虚拟现实技术发展历史上一次重要时刻 全球第一次在VR里面开展如此大规模的会议 很多重量级的嘉宾 各个领域的从业者 都希望通过这次会议 窥探在VR技术日益成熟的今天 究竟能为我们的工作 生活 教育 文化 医疗等领域有什么样的助力 我们过去很长时间都致力于语言教学研究 因为语言本身呢它是一门就是应用工具型学科 学生要掌握好一门语言 既要了解其知识性的一方面 更要熟练的掌握其工具性的另一方面 知识性方面呢我们可以通过对词组 句型短语语法的记忆理解来获取 但工具性的另一面 我们就必须要学习者在一个真实的情境之中 去听说 就是我们需要去交流 去应用 而在学校的外语教学当中 老师往往会在课堂或者课余之间 组织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 去组织去促进学生和老师之间 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交流 而基于这些方面的分析 我们从2019年初就一直在思考 VR是否真正的可以为语言教学的老师 在传统的这种课堂上 提供更多的语言性工具教学的这种 工具应用的教学条件 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VR技术 应用到语言教学的意义 通过VR能够创造出的 沉浸式的语言应用情境 那学生能够以一种第一视角 去开展和这个虚拟现实 虚拟角色的一个绘画训练 在虚拟场景中可以营造低压力 低焦虑的一种氛围 帮助学生克服心理的障碍 大胆地去开口使用语言 增强学生的自信心 自主学习的动力 此外学生也能够通过第三视角 在特定的场景中 当中有针对性的观察和学习 实现身临其境的学习 那基于这样的语言理呢 我们通过VR技术为语言教学课堂 设计了两种基本的教学活动 组织模式 而一种呢是让学生戴上VR头显 进入到特定情境 当然这个情境一定是和教学主题相关的 那在这样的情境下面 开展人机的交互交流 这样的交互也许是一个词组 一个巨型的训练任务 当然这些知识点 一定也是和我的沉浸式的情境紧密关联 那这样的设置呢 是在通过一些具象性的指针 去激发学生应用语言 进行输入输出的训练 那另一种呢 是我们让老师和多个同学 多个学生戴上VR头显 同时进入到一个沉浸式的情境之中 由老师负责组织学生 针对特定的主题开展交流 例如对话 辩证观点 公开演讲等等 这样的设计能够使得 学生在沉浸式情境之中 最大限度的去挖掘已经掌握的语言知识 激发语言应用的能力 那这些都是体现了语言工具性的这种有效的教学活动 那在过去的2019年中 我们在全国近20多所高校进行了部署和应用 无论是在大学公共外语教学 还是专业外语教学领域 都发挥了不少积极的作用 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曾经在今天参会的嘉宾 胡校长所管理的学校 开展过非常成功的试点应用 无论是在课堂上的教学活动组织效果 还是在课后老师和小朋友的反馈 都特别的积极 也让我们看到了VR应用 在中小学外语教学上的优势和价值 那这里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个 课堂上的剪辑视频 那在刚刚短短的一分半的剪辑视频中 我们看到在课堂上 老师通过自己的教学屏幕和学生 分享了自己的教学主题相关的场景和知识点 然后组织了形式丰富的教学活动 在这样的教学活动上 它让学生戴上VR头显 无拘无束的开展了这个外语的练习 那这样的练习呢 不同于传统的老师组织朗读的这种形式 它是一种学生被真正激发了 然后去应用语言的一种练习 那我们再来看看课后老师和学生的一些感想 也引发了我们很多的思考 说真的 我们看完这样的师生反馈后 对于我们这样积极地去探索VR等新技术 和各个层级教学 进行结合的工作者来说 是非常有促进作用的 而我们也知道 在因为当下防控疫情的必要 学校的教育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那这种挑战来自于学校老师的教学习惯 它需要去巨大的调整 过去老师更习惯于 和学生在同一个物理空间当中 开展教学活动 完成语言工具性的应用 而现在呢 大多数老师不得不通过网络直播的手段 开展修课 在传统的直播 呃 授课中 我们观察到整个教学活动 老师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到了 方寸之间的屏幕之上 更少的机会 或者甚至零机会 对学生的这种学习状态 进行观察反馈 并且开展这种组织开展互动性更强的 这种语言工具性的应用 这无疑是这个语言教学老师 他们所不愿看到的 因此我们又在思考啊 就是 也许通过VR技术和5G AI去结合 我们有可能进一步的创造出 更多丰富的教学应用场景 例如我们今天 我们各位以这种虚拟会议的形式 聚集在一起 事实上 在座的各位都来自于全国 甚至全球不同的地方 我们能够拥有一个自己的虚拟角色 在同一个主题场景之下 去交流观点 碰撞思想 那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引申 如果今天这里开展的是一场语言教学的课程 主持人是一位外语教学的老师 而我们各位是来自不同地方的学生 5G的网络通信能够保证我们非常平稳的 处于一个虚拟网络空间之中 我们能够去面对彼此的虚拟角色 去进行语言的应用 去交流 去碰撞观点 那我们的老师此时此刻 他不再是语言的 他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传授者 他更是一个语言应用的组织者 而我们相信这样的教学活动 他会带来更大的价值和意义 谢谢主持人 大家好 很高兴能够来到YV虚拟生态大会 这应该是虚拟现实技术发展历史上一次重要时刻 全球第一次在VR里面开展如此大规模的会议 很多重量级的嘉宾 各个领域的从业者 都希望通过这次会议 窥探在VR技术日益成熟的今天 究竟能为我们的工作 生活 教育 文化 医疗等领域有什么样的助力 而我们过去很长时间都自律于语言教学研究 因为语言本身呢 它是一门 就是应用工具型学科 学生要掌握好一门语言 既要了解其知识性的一方面 更要熟练地掌握其工具性的另一方面 知识性方面呢 我们可以通过对词组 句型 短语 语法的记忆 理解来获取 但工具性的另一面 我们就必须要学习者在一个真实的情境之中去听说 也就是我们需要去交流 去应用 而在学校的外语教学当中 老师往往会在课堂或者课余之间组织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去组织去促进学生和老师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交流 而基于这些方面的分析 而基于这些方面的分析 我们从2019年初就一直在思考 VR是否真正的可以为语言教学的老师在传统的这种课堂上 提供更多的语言性工具教学的这种工具应用的教学条件 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VR技术应用到语言教学的意义 通过VR能够创造出的沉浸式的语言应用情境 那学生能够以一种第一视角去开展和这个虚拟现实 虚拟角色的一个绘画训练 在虚拟场景中可以营造低压力 低焦虑的一种氛围 帮助学生克服心理的障碍 大胆地去开口使用语言 增强学生的自信心 自主学习的动力 此外学生也能够通过第三视角 在特定的场景中 当中有针对性的观察和学习 实现身临其境的学习 那基于这样的语言理呢 我们通过VR技术为语言教学课堂 设计了两种基本的教学活动组织模式 而一种呢是让学生戴上VR头显 进入到特定情境 当然这个情境一定是和教学主题相关的 那在这样的情境下面 开展人机的交互交流 这样的交互也许是一个词组 一个巨型的训练任务 当然这些知识点 一定也是和我的沉浸式的情境 紧密关联 那这样的设置呢 是在通过一些具象性的指针 去激发学生应用语言进行输入输出的训练 那另一种呢是我们让老师和多个同学 多个学生戴上VR头显 同时进入到一个沉浸式的情境之中 由老师负责组织学生针对特定的主题 开展交流 例如对话 辩证观点 公开演讲等等 这样的设计呢能够使得学生在沉浸式情境之中 最大限度的去挖掘已经掌握的语言知识 激发语言应用的能力 那这些都是体现了语言工具性的这种有效的教学活动 那在过去的2019年中 我们在全国近20多所高校进行了部署和应用 无论是在大学公共外语教学 还是专业外语教学领域 都发挥了不少积极的作用 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曾经在今天参会的嘉宾 胡校长所管理的学校 开展过非常成功的试炼应用 无论是在课堂上的教学活动组织效果 还是在课后老师和小朋友的反馈 都特别的积极 也让我们看到了VR应用 在中小学外语教学上的优势和价值 那这里我们可以来看一个课堂上的剪辑视频 最后来看一个课堂上的剪辑视频 会上 macro课的剪辑视频 你可以看到猪维俪吗? 很 Teachers nature exciting nature 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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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ce again 保護 足 3 3 Cool Let's go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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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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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1 2 1 2 2 那在刚刚短短的一分半的剪辑视频中 我们看到在课堂上 老师通过自己的教学屏幕和学生 分享了自己的教学主题相关的场景和知识点 然后组织了形式丰富的教学活动 在这样的教学活动上 他让学生戴上VR图像 无拘无束的开展了外语的练习 那这样的练习呢 不同于传统的老师组织朗读的这种形式 它是一种学生被真正激发了 然后去应用语言的一种练习 那我们再来看看课后 老师和学生的一些感想 也引发了我们很多的思考 鸡可以玩还可以让人学到知识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好的 谢谢 我觉得VR科技呢就是 如果上到YouTube科来吧 就让孩子就是 让我们更有趣味性上课 就是上课就认识起来 就可以问这问题 我觉得VR它就是虚拟视线 虚拟视线可以让我们更加的去了解它 为什么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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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好像也被你打根了是不是 对 你有没有觉得 我觉得这这这这电影非常好 那你的感受呢 就是现在我们的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如果以后呢还能有像VR这样的课 那就很好了 普通的时候呢我们只能通过PVT 和一些自己的回答来进行回答问题 但是呢现在还可以听它那个音频给你播放出来的标准的单词怎么说 你还可以去学还会给你打分 就可以跟别人比了 这节课就感觉非常的别开身面 不一样了 谢谢 好我们的VR真的是太好玩了 然后呢不仅好玩呢还可以让人学到知识 你看吧你看像之前 这还是我第一次在乌亚语上英语课的 从来也没有这么好开心过 然后还缺少了 你看现在可以让你学到就是发音频啊 然后很打分啊 现在老师都可以比我们在学校啊 就先上个压课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你这个感受还蛮适的 那老师呢这个 对你有什么感受 就是今天也是我们学校第一次上这个VR课 我也很荣幸的能够第一次来 到这个VR教育来展示 那今天呢 对我自己来讲也是一个挑战的 因为是第一次我们的VR设备来上一个 但是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满的 因为看孩子们很开心 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老师最大的乐趣 然后其次呢VR给我们虚拟了一个 真实的这个情境事件 让孩子们呢非常沉静 因为本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啊 孩子们对话的时候 我们不是 呃 比较闹哼哼的 然后我们就是 有些人群啊 他不是太突入到这个情境那里 但是我刚刚看了孩子们在上 为他眼镜之后嘛 他们好像感觉整个人就在声音里面 就在直接跟WayPZ Y一起对话了 所以感觉呢孩子们很用心 哗啊 这个手体 我觉得这个情境是非常好的 我也是非常喜欢的 那希望以后呢VR技术能够更加的成熟发展 让他呢更多的应用于我们的教育 教育当中 也是我们的老师的应用 谢谢 谢谢老师和同学们 谢谢 咱咱 好 辛苦你了 说真的 我们看完这样的师生反馈后 对于我们这样积极去探索VR等新技术 和各个层级教学 进行结合的工作者来说 是非常有促进作用的 而我们也知道啊 在因为当下防控疫情的必要 学校的教育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那这种挑战来自于学校老师的教学习惯 它需要去巨大的调整 过去老师更习惯于 和学生在同一个物理空间当中开展教学活动 完成语言工具性的应用 而现在呢大多数老师不得不通过网络直播的手段 开展修课 在传统的直播 修课中我们观察到整个教学活动 老师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到了 方寸之间的屏幕之上 更少的机会或者甚至零机会 对学生的这种学习状态进行观察 反馈 并且开展这种组织开展 互动性更强的这种 语言工具性的应用 这无疑是这个语言教学老师 他们所不愿看到的 因此我们又在思考啊 就是 也许通过VR技术和5G AI去结合 我们有可能进一步的创造出更多丰富的教学应用场景 例如我们今天啊 我们各位以这种虚拟会议的形式聚集在一起 事实上在座的各位都来自于全国甚至全球不同的地方 我们能够拥有一个自己的虚拟角色 在同一个主题场景之下去交流观点 碰撞思想 那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引申 呃 如果今天这里开展的是一堂语言教学的课程 那主持人是一位外语教学的老师 而我们各位是来自不同地方的学生 5G的网络通信能够保证我们非常平稳 处于一个虚拟网络空间之中 我们能够去面对彼此的虚拟角色 去进行语言的应用 去交流 去碰撞观点 那我们的老师此时此刻 他不再是语言的 他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传授者 他更是一个语言应用的组织者 而我们相信这样的教学活动 他会带来更大的价值 谢谢汪总 汪总真的是深入的研究了 沉浸式语言课程设计的方方面面 期待这样优质的内容 会更广泛的被部署 最后我想请教一下卢总 疫情之后的教育方式一定会有所变化 基于5G网络条件的虚拟演成教学 一定会成为教育创新的发展方向 那么在这样的大方向下 我想请问一下卢总 请卢总来分享一下 以AMD公司为代表的底层基础设施服务供应商 是否准备好了 是怎样考虑这个问题的 谢谢博士对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因为确实在这次疫情当中 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模式 同时也促使着我们尝试用更多元 多角度来用新的方式接受讯息 在产业上有半导体晶片供应商的角度 AMD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以创新为本 然后用最先进的半导体制程 在晶片的架构上演进 去达到一些突破性的行业创新 今天我们仍然持续的全力以赴 去开发高性能的计算 还有视觉化的产品 就大家所熟悉的AMD 其实是率先导入7nm的制程 在LAN架构的CPU产品线 还有全新的RDNA的图形计算单元 那相信各位在近期当中 就有机会看到我们和这些伙伴 透过导入新的晶片架构 跟在他们下一代的产品 能够达到更弹性 而且有效率的去提升使用者的情境 回过头来在5G网络部件的过程当中 一定有它需要付出的时间 还有相对应的成本在 可以预期5G的环境在后期的发展 会非常的迅速 那它为所有的电信运营商来讲 带来的绝对的机会 当然这当中有相对应的挑战 那这些机会其实就是 透过应用新的5G模组 在VR或者AR的前进下 与行业应用做紧密的结合 那透过云服务的方式 以VR或其他互动方式 让最终端的消费者能够实现各种 可能在远距离底下的应用场景 那这是当中的挑战 包含我必须提供足够平宽 去解决移动当中的延迟 当然同样这就是5G能够实现的价值 还有在成本上面 我们也需要能够达到最大的优化 也就是说在这个当中 我们和许多行业中的技术领先伙伴一起合作 那透过像用VRTRAIN的这个样的架构 也就是在通用型的处理器 这当中就是AMD有一个APIC的伺服器处理器晶片 透过虚拟器 我们分别处理5G的风包 那协同我们最新的Navi架构的GPU 做边缘计算的处理 再透过连接到类似像是HTC 5G Hub 在做最接近消费者端的最末端 去做接收风包 把内容传到5G的手机 或是相对应的装置 那或者以今天来讲 把讯号转传成WiFi 到既有的手机 或者像是WiFocus Plus 这样子支持6个自由度的 一种是VR头线 那这就是我们跟近期 再跟运营商还有行业 伙伴一起做的一些努力 感谢卢总 对5G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分享和介绍 那么具体在教育领域 AMD有哪些对教育内容开发者的支持和服务呢 可不可以也给我们分享一下 再一次感谢博士的提问 在5G的架构提供新型态服务之前 我们其实持续的和行业伙伴 在效能跟结构上继续做优化 但是回顾台我们今天在这个时间点 我想先提一下 针对内容开发上 我们怎么去从今天既有的设备做开发 然后当5G部件完成后 做到无缝的衔接 这是我们想要解决 还有这个时间点我们希望端出来的 大概在两年前 我们就开始推出无线串流的技术 然后实现在VR里面 这也是我们所提到的 有一个叫Relief VR的软体解决方案 在这个之前我们可以看到说 移动式VR的头显装置和工作站 基本上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平台 因为从计算能力的角度 就可以想到 你能够有的使用者场景 是不太一样的体验 那在无线网络两端 你只要分别安装相对应的软件 也就是说在移动式头显 每几毫秒钟中 你去送出相对的移动向量 这当中包含头盔 还有手柄移动的资料 给到PC端做即时的渲染处理 然后在显示晶片 我几乎做到没有延迟的 以硬体加速去做压缩 我去满足网路频宽的需求 再透过无线网路的传输 到移动端的VR头显 这样我们就可以确保 完全的能够使用到工作站的计算能力 那对我们今天来讲 所有的开发者来讲 就是在工作站中 在伺服器端 MV提供底层的驱动 包含插件 给他OpenVR 那在移动装置上 我们安装相对应的APK以后 把两端的设备透过网路做连接 接下来就是继续各位专业的创作 因为这次当中 我们先与大家所熟悉的开发工具 先做好优化 像是运动体 Unreal 还有其他专业引擎 当然这当中 像是Autodex 达作Solid Wars 等等 我们也提供Wireless VR的SDK 给到客制化引擎 或者是电信运营商里面去做导入 甚至达到他们想要做的效能优化 尤其对到各种不同的移动式装置 我们也提供相对应的资讯去连接 这当中包含不同网路上面 架构上面你需要做到的QS的管理 还有针对这当中传输延迟的频宽 相对应使用者的视觉体验 我们也开放了编码解码方式 还有码率调整这些选项 让这些开发者能够做一些选择 也就是说在这当中 我们试着用不同的方式去解决 可能在网路传说中 你所可能遭遇的延迟问题 也透过不同的开发工具 跟不同的平台上面的移动装置 去做优化 我们希望给开发者的支持是 今天你可以用既有的硬体架构 像是WiFi的环境去做开发 当5G完善的时候 各位的内容创作或是产品 你就可以无缝的往5G的基地台去移植 透过边缘计算的方式 让所有终端使用者能够更容易的 你能够入手的产品 还有你可以无限量延伸的计算能力 去体验一个全新的使用者场景 非常精彩 特别感谢今天几位嘉宾的分享 我们可以了解到 基于5G网络的虚拟远程教育 一定是近期的热点 我们在政策导向 基础设施 内容研发 应用场景上 都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 这个未来是非常可期的 HTCVR教育也会持续投入 大力推进5G加VR智慧教育 走进更多的课堂 协同各位合作伙伴一起 为教育创新应用 为教育质量提升 为优质教育均衡发展 贡献力量 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panel就到这里 再次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嘉宾 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 谢谢 再见